换弟弟 你的小弟弟可真是个漂亮的小家伙 鳄语妈妈说 哦 瞧他 全身像水草一样绿盈盈的 眼睛跟蛋黄一样黄等等的 小鳄鱼卡罗琳娜有点嫉妒了 他咕弄道 他臭死了 他喜欢把鱼和青蛙吃得干干净净的 鳄鱼妈妈说 卡罗琳娜感到非常嫉妒 他说 他一点都不好玩 瞧瞧他这可爱的鼻子 鳄鱼妈妈说 卡罗琳娜感到非常非常嫉妒 他老是流口水 他说 他有鳞状的厚皮肤 还有锋利的小爪子 鳄鱼妈妈说 他把你的腿全霸占了 卡罗琳娜说 这时妈妈正抱着小弟弟 巴基亲了一大口 卡罗琳娜感到非常非常非常嫉妒 他希望妈妈也抱起他 巴基亲上一大口 第二天上街的时候 鳄鱼妈妈说 这顶新帽子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得去趟帽子店换一定合适的 卡罗琳娜 你呱呱在这等着 看好你的小弟弟 我很快就回来 卡罗琳娜等啊等 小弟弟呢 在不停地淌口水 然后卡罗琳娜发现他们 正巧来到了宝宝店门前 于是他把小弟弟推了进去 这个小弟弟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他对山羊店员说 他身上臭烘烘的 口水流个不停 一点也不好玩 他还霸占了妈妈的腿 我想换一个合适的弟弟 当然可以 山羊店员说 熊猫宝宝怎么样 他身体这么柔软 让人真想抱一抱 嗯 我妈妈确实喜欢黄眼睛的 卡罗琳娜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山羊店员问 于是卡罗琳娜用小弟弟换了熊猫宝宝 然后带他到咖啡店吃点心 你吃鱼还是青蛙 卡罗琳娜问熊猫宝宝 没想到熊猫宝宝 不但吃了自己做的竹椅子 还把卡罗琳娜的竹椅子也吃了 卡罗琳娜只好把熊猫宝宝 带回宝宝店 这个弟弟不好 卡罗琳娜说 他挑食 你看这个有着可爱鼻子的象宝宝怎么样 山羊店员问 嗯 象鼻子看起来跟我们的鼻子差不多 我妈妈喜欢大鼻子 卡罗琳娜说 于是卡罗琳娜用熊猫宝宝换了象宝宝 然后把它带到喷泉边 可是 象宝宝大叫着朝后喷水 撒了行人一声 接着他一屁股坐到水池边上 又把水池压垮了 卡罗琳娜只好把象宝宝带回了宝宝店 这个弟弟不好 他说 他太爱玩水了 那你要不要试试双胞胎虎宝宝 山羊店员说 宝你乐趣多多 而且他们的小爪子很锋利哦 我妈妈喜欢锋利的爪子 卡罗琳娜说 于是卡罗琳娜用大象宝宝换了两个虎宝宝 他们一路飞奔进了玩具店 山包台虎宝宝把店里的小朋友都从椅子上推下来 把拼图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撞倒了陈列柜 摔坏了汽车 还用牙齿咬梳 卡罗琳娜只好把双胞胎虎宝宝带回宝宝店 这两个弟弟不好 他说 他们太烦人了 长颈鹿宝宝怎么样 山羊店员问 不好 卡罗琳娜说 我妈妈喜欢有厚厚皮肤的宝宝 猪宝宝呢 山羊店员又提议 不好 卡罗琳娜说 我妈妈喜欢绿色的宝宝 那我这里剩下的 山羊店员说道 就只有这个二手鳄鱼宝宝宝 他看上去很可爱 瞧着闪亮的心牙 我的小弟弟长了一颗心牙 难怪他一直流口水 卡罗琳娜叫道 小弟弟 我要把你要回来 虽然你身上还是臭哄哄的 虽然你还是爱流口水 可你不挑食不乱喷水 也不太烦人 所以你正合适 鳄鱼妈妈带着新帽子回来了 她说 卡罗琳娜 你把小弟弟照顾得这么好 你真是一个好姐姐呀 哎呀 她长了一颗心牙 卡罗琳娜 等她的牙齿长全了 就会跟你一样漂亮了 有跟你一样的绿色鳞状皮肤 跟你一样的黄眼睛 跟你一样的锋利爪子 和可爱的鼻子 说完 鳄鱼妈妈抱起卡罗琳娜 巴基亲了她一大口 可爱的菜 绿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